健康看这里来关心 开学后中部肠病毒疫情来势汹汹 机关署监测台中张化和南投三县市 肠病毒门诊急诊人次都突破了流行门槛值 确认进入了流行高峰期 其中台中上周的肠病毒门急诊人次 3831人为六都最多 统计到9号中市幼儿园就有36班停课 拖婴中心则是有8班停课 小朋友排排队一个一个接力洗手 失措冲捧擦 每个动作都不能马虎 老师也带头教室里外来回消毒 因为中部肠病毒疫情来势汹汹 其中台中市肠病毒就诊人数 从8月25日起的两周 各有3896人次及3831人 连续两周超过流行门槛值1900人次 为六都最多 统计到9号中市幼儿园有36班停课 拖婴中心8班停课 真的很悲惨 跟老公就是轮流 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带 如果你不行的话就我带 照规定一个班级有两个小朋友 得肠病毒就要停课 这个家长遇到三次停课 尽管麻烦 但孩子健康比较重要 除了台中 彰化县上周肠病毒就诊1254人 有四班幼儿园停课 今年两例重症皆康复出院 南投县也连续两周超过门槛值的260人次 台中市从1月1号到这个上个礼拜 9月9号为止呢 总共累计有六例的肠病毒重症的小朋友 那这六位小朋友目前呢都已经康复 肠病毒流行医生也提醒 如果孩子出现试睡 意识不清 活力不佳 手脚无力 抽搐 持续呕吐或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等重症前兆病症 应尽速送医 预防肠病毒 小朋友大朋友都不能轻忽 记者中部资本报道